持续升级 以军继续空袭加沙多个目标 8亿双方死伤人数超过300人 以军征召75000名预备役士兵 为可能的地面进攻做准备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胡锦涛同志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6号下午出席了在京召开的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说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 已经胜利闭幕 这次中央全会 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决定了新一届中央军委组成人员 实现了党的总书记 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新老交替 这有利于党的事业既往开来 有利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 长远发展 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胡锦涛指出 习近平同志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也是合格的中央军委主席 他年轻时在军队工作过一段时间 在担任地方领导期间 也参与了有关地方的军队工作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后 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 直接参与军委工作 党中央决定由习近平同志担任军委主席 是非常合适的 习近平同志一定能够挑起中央军委主席的重担 团结带领军委班子履行好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 胡锦涛强调 这些年来 世界格局经历了深刻调整 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变化 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推进 我国安全环境面临大量新情况 新问题 新挑战 军队在新世纪新阶段担负的历史使命 进一步拓展 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任务繁重而又艰巨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 我们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 科学筹划指导军队建设改革 以及军事斗争准备 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 领导指挥全军和武警部队 出色完成了一系列极难险重任务 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 胡锦涛指出 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前景无限美好 我国的党和军队建设事业大有希望 我们衷心祝愿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 新一届军委班子团结带领全军官兵 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胡锦涛向全军同志提出五点希望 一是希望军队坚决听党指挥绝对忠诚可靠 确保军队永远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 确保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 二是希望军队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 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重要力量支撑和坚强安全保障 三是希望军队在贯彻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上 取得显著成效 坚持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意 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 努力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 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化深入发展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四是希望军队始终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团结稳定 从容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集中精力抓建设促发展 五是希望军队永远坚持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要毫不放松地抓好全军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 使我军始终保持老红军的政治本色 确保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 习近平指出 胡主席从党国家军队事业发展全局考虑 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尊重胡主席的意愿 同意了他的请求 胡主席做出这个重大决策 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国家军队事业发展全局的深邃思考 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高瞻远瞩 博大胸怀高风亮节 习近平强调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胡主席为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越功勋 胡主席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主席仅仅依靠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 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国家繁荣富强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 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忠心爱戴 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已经将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强调 党的十六大 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 胡主席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 科学筹划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 以及军事斗争准备 在毛主席 邓主席 江主席领导军队建设 奠定的基础上 把军队建设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胡主席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 相互贯通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科学回答了 在世界大发展 大变革 大调整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 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 提出了党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开辟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新境界 党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科学发展观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和展开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新形势下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 胡主席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 展现出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 他具有宽广的眼界和开阔的胸襟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 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 他秉持以人为本的建军制军理念 不断推动改善官兵物质文化生活条件 注重提高官兵综合素质 促进官兵全面发展 胡主席的崇高精神品格和革命风范 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习近平强调 军委班子和军队高级干部 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中 肩负着重大历史责任 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背加珍惜一代代官兵不懈奋斗 取得的巨大成就 背加珍惜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背加珍惜当前军队建设发展的大好局面 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工作 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 必须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各级要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 在全军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 要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 学习党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牢固确立科学发展观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规律 要认真总结胡主席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创造的宝贵经验 把胡主席确定的军队建设的大政方针和各项战略决策落到实处 习近平强调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 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 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 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首位 使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官兵思想中深深扎根 确保全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 要加强军队党的建设 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 要坚持从政治上考察和使用干部 使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 要严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权威 确保政令军令畅通 习近平指出 必须坚决完成各项军事斗争任务 全军要深刻认识军队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坚持军事斗争准备的龙头地位不动摇 全面提高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全军要坚持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 不断提高部队实战化水平 习近平强调 必须按照全面建设的思想 努力推进军队的革命化 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 要坚持用全面的观点抓建设 推动军事 政治 后勤 装备等各领域工作全面发展 不断提高军队建设整体水平 必须认真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积极推动军事战略创新发展 充分发挥军事战略对军队各项建设和工作的同览作用 要深入贯彻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 在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上 取得显著进步 在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上 取得实质性进展 要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习近平指出 必须始终保持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要继承和发扬 毛主席 邓主席 江主席 胡主席培育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奋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要引导官兵强化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 使命意识 做到信念不动摇 思想不松懈 斗志不衰退 作风不涣散 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 和旺盛的战斗精神 要切实加强军队反腐畅连建设 军队高级干部 要旗帜鲜明反对腐败 带头遵守连接自律各项规定 习近平最后强调 有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 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有全军上下的团结奋斗 就一定能够实现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郭伯雄 徐才厚同志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召开前 胡锦涛 习近平等 亲切会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出席党的十八大全体代表 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 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老同志张万年 池浩田 曹刚川 道南奇等参加会见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 和中央军委委员 常万全 黄丰辉 张阳 赵克时 张又霞 吴胜利 马晓天 魏凤和 以及陈炳德 李继奈 廖西龙 靖志远同志出席会议并参加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了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特使 越共中央委员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均 刘云山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对阮富仲总书记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他说中共十八大刚刚闭幕 越南党中央和阮富仲总书记 急派特使来华当面转交至 我党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的贺电 充分体现了越南党中央和阮富仲总书记 对发展中越关系的高度重视 刘云山向黄平均一行 介绍了十八大主要精神 他表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珍视 中越两党两国关系 将同越南党和政府一道 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健康深入发展 黄平均代表越共中央和阮富仲总书记 对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十八大 成功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再次表示热烈祝贺 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领导同志 致以亲切问候 黄平均表示 越中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是胡志明毛泽东等 越中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 是两党两国的宝贵财富 越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深化互信加强合作推动越中关系 迈上新台阶 今年下午日本太阳党党代表石元圣太郎 与日本维星会党代表乔夏彻宣布两党正式合并 新党党民仍为日本维星会 由石元圣太郎出任党代表 乔夏彻任副代表 日本时事社称 两党选在此时合并 其意图是紧离在12月大选前 扩大第三级势力的影响力 与民主党和自民党形成对抗 而针对两党合并 向野田佳燕17号批评说 这实际上是同流合污 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也公积说 所谓第三级势力只是一群用美妙的承诺骗取权力的人 自民党绝不会败给这样的团体 分析人士指出 在日本政坛所谓的第三级势力中 不乏太阳党这样新成立的缺乏政治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政党 只有与拥有更大知名度的党派抱团结成联盟 他有机会与大党抗衡 不过不少日本政界人士也担心 在神源圣太郎带领下的新日本维新会 将更具有右翼色彩 一旦在日本政坛获得发言权 将拖累日本走向深渊 大选临近第三级势力加速集结 截至目前除了民主党和自民党之外 代表第三级势力的政党数量已经上升到12个 目前他们都在挑选伙伴结成联盟 其中神源和乔夏彻在两党合并之前 分别与减税日本党以及大家党有过接触 企图实现四党联手 另一方面小泽伊朗领导的国民生活第一党 近来也宣布与另一在野党新党纽带进行合并 未来还谋求与新党大帝的合作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巴以冲突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的防务支柱军事行动 17号进入第四天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7号表示 该组织领导人哈尼亚位于加沙的办公室 以及哈马斯的办公大楼 当天都遭到一战机的空袭 此外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 卡桑旅一位领导人位于加沙的住所 以及多个武装设施也遭到一军空袭 截至目前此轮冲突已经造成3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至少300人受伤 以色列方面有三名平民死亡 16号晚以色列安全内阁召开特别会议 批准乙军征召75000名预备士兵 为可能的地面进攻做准备 但也有分析认为加沙人口稠密 发动地面攻势的风险较大 无此必要 那么就此轮巴以冲突最新情况 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耶路撒冷的记者 陶燕赵 您好 陶燕赵 您好 主持人 您好 我们刚刚新闻里也谈到了 以色列最近正在征兵 据说要征兆七万五千名的士兵 那么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地面进攻 似乎已经是溅在弦上 那么此间的当地的媒体又有哪些分析呢 好的 今天是以色列开始针对加沙地带 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第四天 在过去的四天中 在进行空袭的同时呢 以色列也在加紧在加沙地带周边 集结这个地面部队 现在我所处的这个区域呢 距离加沙地带北部呢 只有大约一公里的距离 在这个区域 产队